中國各地疫情持續擴大 中共在12月上旬鬆綁防疫措施 國內感染人數突然暴增 不過 官方染疫死亡人數卻異常的低 引發外界質疑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2月22號 與中共外長王毅通話討論疫情情況 強調資訊透明對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布林肯強調 美國是最大的新冠疫苗捐贈國 並且已經準備要繼續協助 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地人們對抗疫情 但是到目前為止 中共政府尚未提出需要援助的要求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稍早回答記者提問時 也明確拒絕援助 與此同時 主動提出援助的還有德國 德國《明鏡週刊》報導 德國總統施泰因麥爾日前與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通話時表示 願意提供數億劑疫苗協助抗疫 卻遭拒絕 他覺得自己大方成功了 他已經搞疫苗外交 對國外進行了40億支的疫苗的支持 那麼現在反過來自己國內還要美國的疫苗 德國的疫苗 這不是自己抽自己嗎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中國疫苗市場規模將從2020年的91億美元 增至2030年296億美元 2020年至2030年 複合年增長率為12.5% 國產疫苗有望實現拐彎超車 藉著這個前所未有的大風口迎來大爆發 現距北京已借78歲高齡的知名記者高瑜 已經染疫數日 他對自由亞洲電臺說 他正在病床上和新冠海嘯在作著鬥爭 德國向中國捐獻疫苗被拒絕 難道現在這個形勢不需要援助嗎 苦難的中國人都在等待高質量的疫苗 高瑜還說 中共不承認中國的疫苗不合格 而且還開了慶功大會 國產疫苗是個騙局 而中共則是這場騙局的推手 不管是疫苗企業還是核酸企業 中國國產疫苗成效一直被質疑 根據路透報導 許多中國人不願接種國產疫苗 一名來自深圳的醫師受訪時表示 中國醫學界雖然不會懷疑國產疫苗的安全性 但與外國製造的mRNA疫苗相比 國產疫苗的效果仍存有質疑之處 有網友透露 中共防疫官員在清華大學演講時 表示中國的疫苗幾乎不能預防感染 汴辣監樂眈 打鼓桃 打鼓桃 充 recuper 打鼓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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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桃